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重点 苹果找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哇 真的是跌破了一票分析师的眼镜 而且呢 执行长库克超级大方 有赚钱不长思今年再加码拿出来回馈股东 所以激励了苹果盘后的股价大涨4.1% 可是今天台湾的苹概股当中 除了股王 大力光 PCB的华通 比较捧场 有上涨之外 其他的个股都没有什么反应耶 为什么呢 我们就从苹果的财报当中 外行看热闹 内行带您来看门道 为什么今天苹概股并没有太特殊的反应 苹果公布出来的财报数字当中 在上一期公布出来的营收611亿美元 其实比预估还要来的优异 而且比去年同期是增加了15% 不仅营收好 净利也成长 比原先预估的数字公布出来 还多了3亿来到了138亿美元 早去年也是成长了25% 所以每股赚的钱呢 上一季总共是赚了2.73元 这三个数字看起来都不错 而重要的是股价是在反映未来 这一季还能不能够继续成长 因为通常在第三季 苹果手机出炉之前 第二季也算是一个传统的淡季 但是来看一下苹果自己的预估 在本一季的展望当中 原本市场预估大概只能赚516亿美元 但是苹果自己预估 515 516这只是一个低标哦 本季最多有可能能够赚538亿美元 比市场预估还要来的好耶 所以您看到不管是对于本季 公布出来的财报 或者是上一届的财报 或者是本季的展望 其实苹果都搅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但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它这一次有特别的重点在于 它还撒钱回馈给股东 自己有赚钱不偿私给您 好 先来看一下股息的部分 股息要增加15.8% 来到73美分 而且它这一次 还有收购1000亿美元的库藏股 回馈给股东回馈股价 而这也是推升股价 在盘后上涨4%的主要原因 不过外行人可能看这里看热闹 就截止了 我们新观点要带您来看门道 为什么台湾的平概股 好像今天联动性不大呢 第一个先来看一下 就是iPhone的销售 因为大家都知道 iPhone X可能卖得没有很好 但是我们看到哦 它上一季总共卖了几只 5220万只 比预估量5300万只还少 既然少 为什么营收会成长 不管是营收的这个数字 或者是净利的数字 因为iPhone X卖得比较贵啊 iPhone X的这个大规格 至少要卖台币4万多块起跳 那以量至价 所以您看到了这个售价 提高旧了收入 所以就算它iPhone卖得 比预期来的差 但是营收跟净利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重点是 这对于台湾的平概股来讲 可能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了 因为台湾的平概股 你卖一只 我给你一个零件 那你卖多少只 我就是出货多少零件 卖出去一只 我才能够贡献我自己的营收获利 所以就算是你卖的比较贵 但是对于我供应商来讲 我最主要还是看一下你卖的数量 如果卖的数量没有预期来得多 那对我台湾的供应链零组件来讲 当然销售数字就会受到冲击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来看一下 就是在服务部门的贡献 这一次苹果的财报当中 营收好获利好 其实并不是靠卖手机 而是高大的服务部门 所谓的服务 比如说它的维修 或者是它的软体 App里面 你从里面要买音乐 或者是买任何的相关的软体App 那这一些都算是所谓的服务部门贡献 这个部分大成长哦 上一季的营收贡献了91亿美元 比原先预估的84亿美元还增加 而且比去年同期成长了31% 那服务部门的贡献之所以 能够贡献它的营收 那对于台湾相关的平概股来讲 直接联动性当然就没有这么高 所以这也是平概股今天反映 相对比较淡定的主要几大原因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苹果的动作 到底有没有办法支撑股价 刚才讲了 其实它不是只有今年撒钱回馈股东 它已经连年做了这样的动作 一方面支撑股价 再者我们看到了 在美国税改的部分 因为美国的税改减税 那减税呢 让很多的企业 把原本藏在海外的钱 不想被磕税的钱 现在都可以汇回来了 因为是没有要磕这么多 所以汇回来的情况之下 把这些钱回流美国 回流这些企业 所以当他们手上握有更多资金的时候 对股价的贡献度 对库藏股的贡献度来讲 是不是都能够再有推升 这也是我们从苹果的财报当中 能够看出来的一些端倪 所以您看到了今天 在平概股的反映 其实除了股王大力光 除了PCB的华通之外 今天表现算是比较淡定的 不过平概股就是因为先前已经先跌了 已经先反映了 所以对于后续的力道来讲 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股王大力光 有没有办法继续来带动 至于在美国的行动晶片大厂高通 也是昨天美股当中的焦点 因为他们宣布 未来要降低5G的专利授权费 而这个计划内容也包含了 所有的智慧型手机制造商 不过外界认为计划本身执行的重点 应该还是在苹果的身上 上市台湾台经院产业顾问刘佩真就指出 降低专利授权费用 其实对于高通来说 是短空长度的现象 晶片大厂高通科技技术的应用 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高通应用硬体设备 来获取使用者的医疗数据 用以连接未来的医疗保健系统 高通除了把技术推展至医疗产业 本身手机晶片的发展也不落人厚 高通宣布将降低5G的专利授权费 对象包含所有智慧手机制造商 5G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认为第一个 在IoT的空间 会有很多东西 5G会帮助这些关系 不过市场分析 计划的重点对象是苹果 原因就是苹果与高通有多项专利 和授权费诉讼 外传苹果2018iPhone的基屏晶片 将放弃高通 改用英特尔的基屏晶片 一旦属持将对高通营收 产生重大影响 台经院产业顾问指出 高通降低专利授权费用 是短空长多现象 那么在短空的部分 那么由于在这个专利授权价格的 一个条件 那么毕竟会对于短期包括的 营收跟获利产生比较负面的 一个影响 不过在中长多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在这个高通5G 在专利授权费用的条件 那么一方面可以对目前 正在跟高通进行诉讼的 国家或是厂商 释出相对的一个善意 因应5G时代来临 加上物联网的新科技应用 晶片需求增温 推升半导体产业景气 半导体产业协会公布 2018年3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 为370亿美元 月增0.7% 年增20% 半导体景气能否持续升温 就看新科技技术运用搭载 是否能满足消费者的使用需求 记者两位于黄明旭台北 采访报道